前中国女排队长朱婷在昨晚10点多更新了微博 他表示自己将重回中国女排打完一甲 剩下的几场比赛后 自己将回来为中国女排打奥运会资格赛 这条动态在短短的几分钟后就冲上微博热搜第一 大家看到朱婷发的内容都心疼他 强如这位百年一遇的中国女排天才运动员 也险些被网络喷子击倒 一度向河南体育局提出退役 确实太不可思议 朱婷在动态中提到 本次回归中国女排将不会参与任何商业活动 不接受任何商业代言合作 自己将全力以赴去训练去备战 从这句话中 我们就能看出他当初被网络言论伤害的有多深 被无良媒体造谣 不理智球迷抨击 朱婷对排球产生了厌恶 还好的是 郎平指导帮助了他度过艰难时期 让他继续职业生涯 国外媒体也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朱婷这条微博 很多国外的球迷根本不敢相信 居然有中国球迷这样对待朱婷 他可是你们的民族英雄 为中国赢得无数奖杯和奥运会冠军 这真是太讽刺了 部分国人还认为 朱婷必须为国效力 这些年 朱婷为国家队的付出 和获得的荣誉都足够多了 他不欠国家队什么 又手腕治疗的费用 都是自己掏的钱 谁还有资格去指责他 他太不容易了